朋友您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2年6月2日。 先来鸣谢,Keyn Hongar,谢谢,Roy Chow,谢谢,Bedlewanger,谢谢。 同时,感谢所有一直以来鼓励我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 先来看报点新闻。 拜登政府计划向乌克兰出售4架MQEC灰鹰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可以配备地狱火导弹,用于在战场上对抗俄罗斯。 这种无人机跟MQ-1捕食者无人机MQ-9死神无人机差不多,航程为400公里,可连续飞行30多个小时,最多可携带8枚地狱火导弹,配备先进的光电红外合成孔径雷达传感器,续航时间为25小时。 有消息人士称,该销售计划仍可能被国会阻止,并补充说还存在最后一刻政策逆转的风险。 该计划已经在五角大楼进行了数周的审查。 乌克兰一直在使用其中小型短程无人机系统,包括土耳其的TBR,但是灰鹰代表了技术的飞跃,因为它可以根据其任务飞行长达30小时或更长时间, 而且可以收集大量数据用于情报目的。 其最大起飞重量约为TBR的三倍,在有效的载荷能力、航程和续航力方面都具有相应的优势。 这笔交易意义重大,因为它首次将先进的可重复使用的美国系统致于对俄罗斯的战场上进行多次深度打击。 其实,这是比海马斯更有意义的武器系统,一旦获得这种无人机,段巴斯的俄罗斯T-72将无处可逃,而俄军对付这种无人机的办法还占不多。 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我们之前已经做了268个视频,都收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全记录这个播放列表里面。 提醒新来的朋友呢,如果有哪里不太清楚的话,可以参考我们以前的视频。 好,咱们参照ISW战争研究所的消息,来看今天的战况。 俄罗斯军队在斯拉维扬斯克以北逐步推进,但可能尚未能够控制进入斯拉维扬斯克的道路。 俄罗斯军队正试图从南部和西部向立昌斯克推进,以避免从北段的磁克越过北段的磁河作战。 从目前来看,取得的进展有限。 俄罗斯军队在阿弗蒂夫卡以北取得了渐进式的进展。 在乌克兰南部赫尔松战场上,俄罗斯军队摧毁了乌克兰在达威蒂夫布里德附近的英胡莱茨河上建造的桥梁,以应对乌克兰的反攻压力。 乌克兰在赫尔松州的反攻成功引起了该地区俄罗斯军队的注意。 下面咱们来看具体的战况,首先是我们都关心的北段的磁克,情况很糟糕。 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消息,俄罗斯军队在北段的磁克进行突击行动,还试图用迫击炮袭击伯布罗夫和利昌斯克郊区的乌斯基尼夫卡两地。 北段聂茨河市市长欧莱克·三德尔称,20%的北段聂茨河市在乌克兰人的手中,俄罗斯军队控制了该市的60%,而其余的地区已经成为了无人区。 北段聂茨河市现在仍有12000至13000人,不过现在不可能将食物或者援助运入,也不可能将人运出。 没有关于最近几天有多少人在该城市死亡的信息,因为这个城市已经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卢干斯克州州长希尔盖海带则称,防空洞里有平民还有不少,但它不会成为第二个亚素钢铁厂,因为那个工厂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城市,而这在北段聂茨河的化工厂里是没有的。 来看波帕斯纳突出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特末部在早前的报告中说,在巴赫木特方向,俄罗斯军队在科米苏瓦哈进行突击行动取得了部分成功,还奇迹了两个据点。 总的来说,这种努力是为了从南面进攻利昌斯克,利昌斯克的局势到现在为止没有明显变坏,但根据各类信息综合预判,利昌斯克承压可能就在一周内。 如果北段的斯克失手,那俄军将会很快把利昌斯克包成一个大包子。 斯拉威扬斯克外围,在莱曼西南面,俄罗斯军队向莱霍罗多克发起进攻,遭到损失并撤退,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会卷土重来。 另外就是一些进攻前的抛火准备,俄军广泛炮击了哈尔科夫北面的一些地区,炮击了伊九姆南面的多夫干克,库鲁尔卡,维尔诺皮利亚和多利纳等地区。 这说明俄军至今尚未完全放弃从伊九姆直接打击斯拉威扬斯克的努力,同时还炮击了赫尔松与尼古拉之间乌军进攻活跃的一些地区。 平民也受到了伤害,俄军对苏梅州发起了三次导弹袭击,至少三人受伤。 今天在断涅茨克地区发生炮击造成四人死亡,另有十人受伤。 俄罗斯军队还炮击了位于斯拉威扬斯克北面的斯维亚托西尔斯克的修道院,杀死了两名僧侣和一名修女。 俄罗斯导弹还袭击了利沃夫地区,造成五人受伤。 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安东·格拉申克称,俄罗斯人袭击了利沃夫地区的卡尔巴迁山脉的铁路隧道。 显然是为了弃断一切冠军的铁路连接并破坏武器和燃料的运输。 利沃夫地区可一直是西方供应武器的主要通道。 小结一下 一、北断的斯克继续落入俄军控制中,利昌斯克暂时还未成压。 二、俄军继续从东面和北面避进斯拉威扬斯克,但还未构成直接威胁。 三、在哈尔科夫两军互相抛击。 四、在乌南部赫尔松前线,乌军断断续续发起的反攻至尖尚未完全停止。 说不定这里会趁俄军主力不再打出一个小高潮也不一定。 最后呢,咱们来分享一条外交方面的消息。 即芬兰瑞典决定加入北约后,另一个北欧国家也更加深度的拥抱欧盟。 丹麦将在周三举行公投后加入欧盟的国防政策。 这标志着北欧国家的最新转变。 丹麦是唯一不属于该集团、国防和安全政策的欧盟成员国。 此前呢,丹麦在1993年的公投中获得了多项豁免, 因此不参与欧盟的军事行动或在欧盟框架内开展军事合作。 同时,没有义务向欧盟在冲突地区主导的行动提供军事支持或物资, 也不参与任何的行动决策或规划。 丹麦统计局一日深夜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 66.9%的丹麦公民投下了赞成票,投反对票的是33.1%。 在全国约426.09万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中,投票率为65.76%。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日早些时候前往投票站, 他在投下赞成票后对现场媒体说, 丹麦在欧洲的相关政策上将比以往更加团结。 此外,根据协议,丹麦将在2024年开始提高国防开支, 并在2033年达到北约国家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的目标。 丹麦保守人民党领导人索伦帕普说, 美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欧洲必须对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认为成为这种合作的一部分是很有意义的, 而不是不断的希望美国来。 经过乌克兰战争, 欧洲人已经越来越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 自由不是免费的。 但是在中文互联网上还有大量的所谓的军事博主, 依然是渲染此阵的起源, 就是美国在拱火。 锤子多了,自然脑残它就多。 并且在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人都坚信这种说法, 甚至有我们的朋友留言说, 因为支持乌克兰, 他身边的朋友都视他为异类。 他们坚信世界上所有的坏事都是美国搞的, 其实只要听他们说上两三句话, 就知道他们的认知水平其实比山津里的蛙好不到哪里去。 事实上,美国对于乌克兰是悲观的, 早在开战前就把军事教官和外交使团都撤走了。 如果美国人真要拱火, 还会开战以后观望了一个月才开始支持乌克兰吗? 直到现在给东西都还数着米利班生怕俄罗斯不爽吗? 关于马里乌波尔还有一个搞笑型的消息, 圣彼得保释师长亚历山大别格洛夫称, 马里乌波尔和圣彼得保释结为了姐妹城市。 这就容易让人想起那则波兰的笑话。 问,别家,说说我们和俄国人是什么关系? 答,是兄弟。 问,为什么是兄弟,说成朋友不好吗? 答,问题是这样,朋友你可以选择,而兄弟没得选。 好,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